唐三对战567究竟谁更强 一边是斗罗大陆掌管大神圈的十二神王之一 另一边是玄武国刺客联盟的首席暗影刺客 本期脑洞来自这位小伙伴 咱们先来看看唐三初代史莱克七怪之一 六岁时就觉醒出了两个武魂 是斗罗大陆百年来第三个双生武魂 百集成神后传承了海神与修罗神的神位 实力甚至神王即解释主神神位中最强的存在 并且作为执法神有审判绝大部分神奇的能力 而567作为玄武国的武力巅峰15岁就成为了七大暗影刺客之一 并且红眼模式一开直接战力爆表 并且战力完全不低于练了血魔大法的暗影刺客赤牙 战斗能力方面唐三有唐门绝学 567手持魔刀千刃扭转前攻更是不在坏下 魔刀千刃由千万个碎片组成 攻击方式千变大化防不胜防 并且千刃飞星可以随意穿透对手的防御 造成巨大伤害 只攻补克天下无双 在顶级武童中破坏力最强的要数被誉为 斗罗大陆最强气武童浩天锤 而且浩天锤的弓技更是融合了泰坦巨猿 重甲重老和明露 暗魔斜神虎 人面魔术皇等众多攻凑 它是斗罗大陆最强攻杀气武童之手 更是一切强攻系气武童的克星 所以魔刀千刃大概率难敌力量第一浩天锤的攻击 567顺势拿出一把武器 由天山玄铁打造的气段剪 可以随意将之一分为二 将手中的气凝结在刀刃 既可以远程攻击也能近身防御 威力之强可以直接击败赤牙的血魔固体 567手持气段剪飞速旋转 形成两个巨大的光龙席向唐三 唐三见大师胡妙觉醒第一武魂蓝银皇 其坚硬程度堪比防御洗武魂 可以躲避所住范围内的一切伤害 并且结合外部红鼓发出毛的通噬技能 能够释放金丝远程通噬对手体内的力量 但是567利用魔刀千刃和气段剪相辅相成的优势 形成的冲击波抵挡了唐三的通斥 反而拳破碎状态下的魔刀千刃使出千刃飞心 巨大的穿透力打伤了八重矛 但是唐三在第一红器耗天锤的加持下 还有第六红器虚无的保护 567就算开大炮也对唐三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所以这场战斗综合来看唐三完胜 感谢收看我是奥特叔叔下期见